各位观众欢迎您再次的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之前呢我们曾经跟您介绍过连生活佛 从2006年开始呢 六传了十轮金刚大法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连生活佛在2006年 西雅图雷藏寺所传授的十轮金刚大法 内容呢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将以整集的节目来呈现 有笔记本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准备好 把重点写下来哦 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听连生活佛宝贵的开始 刚刚师母也提到这个延起 这个法会的延起 其实才五天的时间 那么延起是这样子 那个师母常常讲啊 她不在的时候啊 我就会常常乱点头 那么刚刚好这个我提到这个资成雷藏寺啊 要做十轮金刚法会 那么我们会去这个资成雷藏寺 资成啊 芝加哥 资成雷藏寺 我们去会去做这个十轮金刚法会 那提到这个资成雷藏寺要做十轮金刚法会呢 那么就得非上师就讲说 我们也要 他讲我们也要 我非常的惊讶 我非常的惊讶 怎么西雅图雷藏寺也要 然后我就随口说 好啊 然后问什么时候啊 问说什么时候啊 那就讲过下个礼拜好了吗 就礼拜六吧 就是这样子 不到一个礼拜的这个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很短的时间 他就要筹备这个十轮金刚的这个大法会 这个就是延起 那么我发觉这个我们这个动员的力量也蛮大 动员啊 这个才几天而已 世界各地的同盟 统统都来 一下子来了 这个 一千五百人 我是很害怕说 西雅图雷藏寺 这个 他的骨仓啊 骨仓已经很缺乏 我六年不在 差不多近六年的时间不在 那么 这个大家 这个忍饥挨饿的度日子 我听说我没有回来的时候啊 他们吃的 不像人吃的 应该是还不错啦 只是形容的有点过分 就人烟稀少 很寂寞 很凄凉 那个联火上师说 难得啊 这西雅图雷藏寺啊 像菜市场 哇 好热闹 这样子热闹 那我 希望啊 这个 这个祖庙 这里是我们的 这个 生活中的祖庙啊 是世界上 所有雷藏寺当中 最小的一个雷藏寺 祖庙是最小的 西雅图是最小的 但是我们这里的菩萨是最大的 所有的雷藏寺啊 都是这里的菩萨分出去的 我期望啊 这个西雅图雷藏寺啊 我们祖庙啊 能够虽小 人虽少 但是他的力量是最大的 大家虽然 这个忍饥哀饿 这么多年 事实上啊 这个才叫了 艰苦卓劫 德辉上司啊 领导有方 他常常讲的一句话 所有同门所做的事情啊 因果自负 他不管你们啊 我觉得他的弦 是比较松 他的这个弹的弦 比较松 所以呢 大家一般来讲 是德辉他讲的话 大家愿意听 他就听 不愿意听 就拉倒 他是这样子的 他也不管 松松的 那年龄上司一来啊 他的弦是比较紧 他的弦很紧 我经常听他跑过来跑过去 而且他讲话的声音 听了觉得是有点恐怖 这个一个是紧的 一个是松的 两个人加起来啊 刚刚好弹出美妙的声音 西雅图雷藏寺 有这两位啊 颜老上司在 注定西雅图雷藏寺 还是会忘的 当我回到西雅图雷藏寺的时候啊 我就想说 每天省一餐吧 晚餐就跑到西雅图雷藏寺来吃饭 但是老是给人家在这里吃饭 我觉得 有点亏欠 有点亏欠 我觉得我也应该帮 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忙 这个 好像我在这里吃 那每天 大家做那么好的菜 每一次都给大家好像 菜沙维 我是很好 大家好像也好了一点 有没有 有